女子投靠朋友的丈夫 想要与她结为盟友 谁知这只是一场反见计 男人计划联手除掉丈夫 这个幕后黑手 就在不久前 海秀找到在贤求助 称道振要杀害自己 在贤虽然伸出了援手 可脸上却带着一股迷惑 在贤将海秀带去某家酒店赞助 等他醒来后追问前因后果 海秀声称自己知道了 当年买凶杀害父亲的 正是道振霸 而道振为了瞒住这个真相 买通了秘书市长 对自己杀人灭口 海秀还提醒在贤 泰拉就是杀死父亲的50号 他对妻子这个秘密身份 一定一无所知 在贤虽然面无表情 但内心却听得心惊肉跳 因为道振希望 在贤能将海秀送出国 只是在贤自作主张 要将他灭口 如今行动失败 在贤有些焦头烂额 另一边 泰拉与乔振合作 潜入阿灿的家中 盗取装油研究成果的USB 一来到阿灿家 泰拉就在柜子上 安装了一个监视器 不料阿灿突然回家 泰拉只好躲在角落 然而脚下不善 扫到某个摆势 细微的声响被阿灿捕捉 他怀疑家中有人潜入 正当阿灿朝泰拉 躲藏的方位走去时 乔振为了救急 给阿灿打去了电话 就在乔振转移 注意力的空档 泰拉溜上了二楼 回到家 他把两人的合影 全都砸在地上摔得粉碎 还把女儿送去遥远的地方 因为他和在贤 都没有资格成为父母 除非在贤能退出选举 夫妻俩一起承认罪行 才能堂堂正正地 站在女儿面前 在贤当然不会做出让步 他牺牲一切 再次折返回到酒店里 告诉海秀 自己确实不知道泰拉的真面膜 如今泰拉藏起了女儿 想要自首接受制裁 活生生毁掉自己的一切 在贤越说越不甘心 露出了满脸的痛苦 海秀上前鼓励他不要服输 这时秘书市长打了电话 在贤故意在海秀面前接起 大喊着让他一定要找到女儿 此时海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这场演技护彪 在贤始终处于下风 天亮时分 泰拉接到消息 保镖和女儿已经顺利抵达国外 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后 泰拉来到警局自首 坦白杀死院长一事 在贤正是帮自己藏匿证据的帮凶 警察立刻把这件事透露给韩代表 韩代表喜不赐胜 刚挂断电话 就和竞选团队倾注了起来 这一劫足以让在贤一败涂地 泰拉自首的消息传到了在贤耳中 他万念俱灰 建筑起的政坛之路彻底崩塌 竞选团队也对他大为失望 朴记者也萌生退夜 不想再帮他做事 糟糕的是 两人秘密见面时被盗振看到 进而听到了在贤买同嫖记者 背叛海秀的秘密 为此盗振还带了一群人 专程围堵了嫖记者 将他胖揍一顿 在在贤绝望之际 海秀拿出一卷录像带 声称是自己从韩月病院找到的机密录像 里面一定有关于泰拉式杀手的证据 说完海秀将录像带交给了在贤 此时在贤暗淡的目光再次出现光芒 他猜得没错 海秀要帮助自己对盗振父子和泰拉复仇 利用这卷录像带绝地反击 再次角逐总统竞选 对此海秀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救出泰拉 交给自己亲自处决 海秀决定帮助在贤后 立刻高调现身于盗振爸的病房 在一片记者的闪光灯之下 做出好儿媳的姿态 盗振看到海秀并未出国 露出无比惊恐的表情 海秀警告他安非一些 不要再阻拦自己 他暂时不会对盗振爸下手 因为不想他死得这么容易 乔振听闻泰拉自首 心中十分不安 希望妈妈出手相助 但妈妈直言 泰拉已经打过招呼 声称无论发生什么 让他们先按兵不动 这时妈妈说起 盗振曾经有一辆红色跑车 他查过 阿灿曾经开着跑车 去接送过秀正 之后秀正失踪 盗振也将跑车进行了报废 闻言乔振觉得 一定是因为车里残留了痕迹 将车辆报废 或许那天 他们把秀正带去实验室 对他进行了自己并不知晓的实验 失败后为了掩盖真相 而将秀正杀死 但不知为何 乔振始终还是觉得 秀正并没有死 因为之前用于实验的星星 名叫莱德 这是秀正很喜欢的名字 或许将他命名的人就是秀正 海秀也听说了泰拉自首的消息 他来到警局与泰拉见面 私下无人神 两人说起了这场计划 原来从泰拉对海秀忏悔后 一切发展就进入到了海秀的掌控之中 包括让泰拉把女儿送走 还有自首杀死院长 却故意不提起刺杀前总统一事 说到这里 海秀再次对泰拉发难 只得他一直在欺骗自己 因为杀死前总统的根本就不是他 而是保镖 看到海秀已然知晓真相 泰拉只好跪地恳求他放过保镖 直言当年保镖只有十岁 什么都不知道 是自己放弃的任务 院长才会怂恿他开枪 海秀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此时此刻他早已原谅了泰拉 二人都是可怜之人 应该得到惩罚的 是大军安排了这场悲剧的恶人们 海秀说着 之后他会将泰拉救出去 两人必须合力对付再贤 海秀假意成为队友之后 实则在暗暗挑拨再贤和秘书市长间的关系 声称他私底下请来了资深医生 想让道振霸尽快苏醒 再贤焦头烂额 烦恼之时突然想起了海秀说过的话 他希望再贤能把泰拉救出来 交给自己处理 再贤突然灵光一闪 来到电脑面前敲打着键盘 无论如何 他必须要牢牢掌控住舆论 隔天走贤发出了新闻稿 直言泰拉患有精神问题 并且那件衣服的血迹 根本就不属于院长 之后走贤带着秘书市长出门 途中秘书市长希望走贤能履行诺言 让自己获得应有的金鸟股份 别让他全都落在乔振母亲的手里 走贤连言答应 声称不会忘记答应秘书市长的好处 说完他还试探了一番 问起道振霸的情况是否会继续昏迷下去 秘书市长做出肯定回答 他交代过医生不要让道振霸醒来 这个回答与海秀提供的情报打向径庭 但在现在的情况下 走贤似乎更加怀疑秘书市长说谎 这次出行走贤与曹市长见了面 他大手一欢 要将曹市长和他手下的马仔们 全都收为总统竞选团成员 经过在先口若悬河的游说 向来见不得光的曹市长 居然向往起光鲜奢侈的生活 他答应了下来 在先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让他去救出泰拉 这场营救并非硬碰硬 而是让曹市长来到警局匆匆报案 把杀害院长的罪过 嫁祸给秘书市长 由于在先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甚至还利用电脑换脸技术 将他和院长会面的视频里 自己的脸换成了秘书市长 证据确凿 秘书市长无法抵赖 他意识到自己已被在先抛弃 秘书市长想要给在先打个电话 却听说自己的家人 已经被在先接回了韩国 这是个无声的警告 家人的性命就在在先的手里 让秘书市长无法轻举妄动 一切后路都被堵死 就连秘书市长也在审讯室 突然发病死在了现场 闹出这么一通大动静后 在先得意的来接泰拉回家 所谓交换 海秀从医院接走了道阵霸 他推着道阵霸的轮椅 来到了连排别墅 将他交给在先 而在先也按照约定 把泰拉交给了海秀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